大家好,我是宇墨,欢迎回到我的频道,宇墨讲新闻 中国国务院昨天公布了河南郑州暴雨调查报告之后 郑州市市委书记徐立毅随即就遭到了免职 这个调查报告指出去年7月20号的暴雨之后 郑州官方瞒报死亡失踪人数 直到中央领导同志多次要求才上报 而中央领导同志就是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我们都记得去年的郑州720大水 虽然是一场罕见的暴雨造成的 但是当地政府事先并没有预警 出事时地铁照常营运 事发后也没有任何的应急措施 致使一场特大的暴雨 把郑州这座四通八达的超大型城市 一夜之间就化为了荒原一般 更不知道当时到底死了多少人 通过当时流出的大量的视频和照片 还有无人机的空拍显示 洪水来袭的时候 许多郑州市市民的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 继续乘坐着地铁 或者乘坐私家车上班 来不及逃跑 或卡死在隧道 或淹死在地铁中 死亡特别惨重 民怨的击重 而郑州市当地政府却对民间的愤怒 采取了瞒报 对敢于揭露事情的记者 采取了围堵的做法 但是当时的民愤极大 流出来的信息量也太大了 迫使中央高层介入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亲自奔赴了郑州 要求彻查 从国务院公布的调查结果来看 我们看到郑州市市政府当时是能瞒则瞒 对吧 当时的事件引发海内外的强烈的关注 地铁线下班人员被堵死在地铁的照片 京广路被隧道数百辆 汽车被堵死在隧道的照片 突然不翼而非消失了 但是郑州市市政府一再封锁信息 尽量的缩小了死亡数字 中国国务院报告最后确认的 郑州市的死亡失踪人数是380人 而郑州市政府瞒报了 大概是不是大概是139人 郑州市洪灾死亡人数被严重的瞒报 有意思的是 当时环球时报的总编胡锡进 还在不断的为郑州市市政府辩护 说郑州不会瞒报 他当时发文说 我相信河南灾害的情况不会被瞒报 在我们的体系制度中 已经无法产生这种情况下的瞒报动机 那样做的风险是完全不可承受的 现在中央也承认了 当时死亡人数瞒报了大概37% 我们要问 如果当时没有网民和媒体的质疑 而一味的去为政府辩护的话 中央还能下来调查吗 从国务院的调查报告来看 说到国务院领导亲自奔赴指导防训之后 郑州的党政一把手 四天并没有行动 四天没有任何行动 指的就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来到郑州调查 郑州市市委书记徐立毅并没有任何行动 继续对李克强隐瞒人数 而且奇怪的是当时中国的官媒 对李克强视察河南的新闻的报道很少 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当天主要报道的是 习近平栗战书还有汪洋的活动行程 并没有提到李克强视察河南灾情的消息 而这再次引发了外界有关对习近平与李克强不合的一个猜测 因为郑州市委一把手徐立毅出自习近平的枝江新军 属于习家军的人 很多人猜测李克强考察河南期间 郑州市政府仍没有如实汇报 一把手徐立毅四天没有任何行动 那被视为习近平枝江新军的郑州市委书记徐立毅 是否是在等习近平的指示呢 只要总书记不说话 其他人说的话都不算话 这也是外界的一个猜测 不过从国务院公布的调查结果来看 李克强去年8月有关对存在失职 独职的行为依法依规问责追责 这句话确实产生了效果 郑州市委书记徐立毅当即就遭到了免职 最后我们再简单说 刚才我们说到免职的徐立毅出自习近平的枝江新军 我们就简单说一下什么是枝江新军 习近平曾经在2002年到2007年间 担任过浙江省的省委书记 也是习近平唯一的主政将近五年的省份 因此之江省的干部被认为是习近平的嫡系亲信 成为习的重要班底之一 被称之为之江新军 也被称为习家军 他们之所以被称之为之江新军 是因为当时的这个浙江日报 有一个栏目叫之江新语 习近平曾经以笔名叫哲新 在这个栏目里发表一些文章 好了这期就说到这吧 雨墨讲新闻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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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